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可儿到美国找工作 住住在洛杉矶赛西尔酒店 在1月31日开始 蓝可儿就消失无影无踪 蓝可儿突然消失 引起家人注意 然后向警方报案 经过警方的调查 在酒店监控录像里 发现了蓝可儿在电梯里有一系列怪异动作 之后就消失在监控范围之内 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 并没有发现蓝可儿的踪影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 有人找到了蓝可儿踪迹 原来蓝可儿消失近三周后 酒店客人投诉水压低 于是工人就去楼顶检查水箱 无意间发现一具头下脚上的尸体 酒店赶紧向警方报案 警方费了好大劲 把水箱水放掉 并用电汤割开水箱 才把沉在水箱底的尸体打捞上来 经确认都是已经失踪19天的华业女孩蓝可儿 那么蓝可儿为什么会死在水箱里呢 关于这起案件 也有两种不同判断 一是谋杀说 由于蓝可儿是加拿大人 案件就成了国际案件 一时间美国警方也高度重视 展开了调查 但在调查中警方发现 如果是谋杀案 能进入楼顶的人只有两种 一个是常住在酒店的人 另一个就是酒店的工人 因为这两种人熟悉酒店情况 蓝可儿如果到楼顶 也只有在熟人的引导下才能进入 因为酒店称 进入楼顶有报警设施 而恰恰蓝可儿失踪那段时间 楼顶并没有听到报警声 二是自杀说 据资料记载 警方经过尸检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但认为蓝可儿患有躁愈症 很可能因为这个重症状而自杀 但这种说法 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 蓝可儿案随即也进入悬难状态 因为没有证据可查 不过事发时的一些细节既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 也成为人们关注重点 比如入住的塞西尔酒店 曾是七十年前 美国有名悬案黑色大栗花案 死者伊丽莎白最后出现的地点 而且上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有名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也曾在这个酒店住了几个月 还有蓝可儿在电梯里做出一系列动作 由于监控画面没有声音 对当时蓝可儿所做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人们给出各种解释 但直到2013年6月20日 洛杉矶媒体才透露出警方的定性 认为蓝可儿是意外身亡 对于这种解释 民众当然会怀疑 后来人们对蓝可儿诡异案件 又给出很多解释 甚至还有诡异说 这个案件也被秀决米瑞的影视夜盯上 准备拍成电影 在我们眼里 美国号称天下技术第一 为什么还会存在悬案 这不仅是犯罪手段高明 也因为一些犯罪证据 无法获取而断案 更多精彩历史探秘 请关注尼腿看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